美国的太阳能的 这个模组的生产商 全球市占率只有8% 而且价格比人家贵 所以美国的电力业者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 所以他们也不好 直接去跟新疆买 因为新疆市占率 大概全世界40% 所以他们就绕一手 跑去东南亚买 那这种现象台湾也很多 就是习惨地 那拜登显然就是被 被拉比成功 那他也没别招 他没有别招 因为真的就是不够 而且拜登气候变迁 就是节能减碳 是他的主要政见 那很多人都说 欧乌战争已经把气候变迁 所有的议题都打死了 还搞什么绿能 谁现在跟你去搞绿能 谁都拼命地想要去买人员 实话人员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要烧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什么议题 他都要打嘛 因为你要搞绿能 你怎么可能不买中国的 太阳能模组 对 因为他就是便宜嘛 是 对不对 所以现在 那这个两年的意思呢 那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拜登今年能不能过头 还不知道 这个礼拜开始 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 雪曼 他呢到哪里 到韩国 然后再来就是要去 菲律宾越南 甚至是老卧了 那现在呢 除了去韩国之外 有菲律宾啦 有越南啦 你看他又要去跟他们 去谈些什么呢 这个都要加强印太战略嘛 所以是不是派一个副国务卿 来这边好好的积极工作了呢 老卧没有啊 印太战略 所以辽国没有被邀请 这个例外啦 越南我觉得 我不知道越南要参加 印太战略哪个项目 我说实在话 你又没有开放市场 没有降低关税 那对越南的利益何在 实在是 我真的想不出来啦 而且雪曼 雪曼他是安全的专家 他不是给钱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他能带什么去啦 他们搞不好更欢迎戴琪 或商务部长去这样 不因为就是 我不知道他能谈什么啦 因为韩国 那他可以跟他们谈 南海航行自由 谈非法捕捞 非法捕捞有可能啊 可是 我实在难以想象 越南会觉得 你是副国务卿 结果到越南只谈捕鱼的事 这个韩国跟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是刚上任 两个都是新上任总统 所以韩国跟菲律宾是有必要的 那也要了解一下 这个新总统对这个 与美国做那个安全上的合作的 有什么看法 这两个国家完全可以理解 越南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他能够谈什么 因为今年 我认为今年 因为刚好柬埔寨在当这个 东协的主席嘛 所以中国也想要展现 RCEP第一年嘛 他也要展现南海的行为准则 能够有进展 是 所以今年刚好是 他们要往前走的年 那雪曼是要来阻止吗 阻止可怕不一定合乎人家的 主要的想法 是 不过我看美国国务院的资料 是说 这次雪曼要在菲律宾 建这个小马可寺 然后呢 他在访问越南的这个期间呢 特别会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 针对清除越战期间 这个卫爆弹 提供额外的协助 因为他是从北越这样一路轰炸 然后去轰炸那个胡志明小近嘛 所以有一大堆 废弃的炮弹都留在那里 那如果是这个议题 那就是历史的问题了 然后在越南的部分呢 还说 可能应该是要去谈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外商 他们把工厂 都已经从中国大陆搬到越南 或者甚至是加到越南 那么现在雪曼呢 是希望能够有更多这样方面的一些合作 所以要谈这些项目 我不知道到时候 就会有一些具体的结论出来了 不过雪曼显然呢 在这次他对于此行也是非常的重视 尤其有人就讲说 这个不是中国好朋友吗 你现在雪曼 他还是第一次去 他以前也没去过 所以这次去就不知道 究竟是要带什么样子的牛肉 如果牵涉到炮弹的挖掘 然后要补助钱 那就是为历史负责任 但坦白讲 现在才在为历史负责任 都打仗都结束多久了 对不对到现在 现在我们灌到了俄国 又再度的轰炸基辅 从离海以图95轰炸机 瞄准基辅 还发射5枚X-22巡航导弹 那么现在展开的这个新的阶段的军事行动 是不是真的又让乌克兰感受到重重的一击呢 杨哥 有人说那个是打到一个修理厂 那就是有一些重武器放在那里 这个都是俄罗斯的说法 我们也不知道 那至于说有第三段 第三阶段的军事行动 这个是俄罗斯的国会讲的 不是军方讲的 所以我觉得国会多半就是吹牛为主 因为他要促成谈判 或者说要促成乌克兰投降 可是这个话要以 比如说拉夫罗夫外长 或国防部 或者是以普丁讲话为准 因为这三阶段 如果说包括哈尔克夫跟奥德萨 那是不得了的事 那跟实际目前看到的行动并不符合 比如说哈尔克夫你看到他的撤军 那奥德萨因为这两个地方人口都超过百万 没有那么好打 没有那么好打 而且奥德萨被你打下来 那整个黑海都被你控制 这连土耳其都要翻脸 更不要说北约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就是虚张声势为主 而且你没有看到俄罗斯在新增动员的部队 你如果要打这两个百万人的城市 那你起码要再丢十万人进来吧 不然怎么打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动作 目前看到的都是以整顿 两个共和国 赫尔松 马利乌波尔为主 是 不过像现在美国你看 还说乌军死伤惨重 前线官兵阵亡速度很快 乌克兰军人公布工作人员 准备好了下一座墓穴 而墓穴也不会空太久 所以这样一想 难道是不是现在真的已经是兵皮马困 那拜登呢本来都是这样拉拉队 现在呢也很累了 好 那么你看哦 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比当时越战状况还要更糟吗 彭博社还有说 拜登要大幅度的调整国安战略 是要侧重于中国大陆以及亚洲 而转为强调与欧亚之间的连结 所以两个以前都是欧洲俄罗斯 亚洲中国 现在把它连结牵在一起讲 是调整成为一个新的国安战略了 这个北约的新战略构想 还没有看到全文 不过意思就是要把亚洲拉进北约 拉进去 他的想法当然就是 把北约越扩大越好 对 这样美国就可以省一点钱 就是在财政上跟军力上 可以同时解决问题 他当然借口就是说 俄罗斯背后有一个靠山叫中国 那所以中国 北约 光是去对抗俄罗斯是不够的 因为他背后有个大靠山 他的利润就是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这条具体怎么写 什么欧亚之间的连结 所以日本韩国也要参加北约 是啊 现在我们下个小时就会谈 6月底这个北约要开峰会 日韩都要被拉进去 都要去参加 可是我就跟你讲 集体安全的目标不一致 是 因为日本韩国没有必要 与中国把它当作假想敌 是 虽然国防上是 可是其他方面都不是 好 所以这边呢 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酸性电解次序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注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CTI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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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999